HELLO,我是Gubi 今天想介紹四條最常用的眼線 有無菇眼,即是下垂眼 有貓貓眼線 看上去眼睛會比較圓的眼線 還有拉長眼形的眼線 我現在畫了一條最基礎的眼線 沒有延長、沒有加粗的 純粹畫了內眼線位和眼睫毛的根位 第一條畫的眼線是下垂眼線 我選了啡色眼線筆 去做下垂眼線的尾部 因為我已經有基礎眼線了 我只要在尾部上加一個眼線 就可以令眼睛下垂 看上去就可以自然和柔和一點 因為下垂眼線都想做錯錯可憐的感覺 畫的時候我會直望鏡 沿著自己上眼唸這個弧度 順著弧度向下拉 拉出來2-3mm 然後你會發現 看見條線有點實 然後我就會用這支眼線掃 掃上一點 我就會用另一支啡色眼影筆 在下眼唸尾部的位置 做一個細細的小U字 看上去就可以令整隻眼睛有下垂的感覺 連繫上眼線 不會有突然的眼線長得出來 這樣奇怪 輕輕畫完之後 可以用手指或臀部的膠 掃上軟 這個很簡單的下垂眼線就完成了 現在這個就是貓貓眼線 因為想效果會比較凌厲 所以我會選擇最實色的liquid eyeliner 而且這個也非常夠黑 所以做到凌厲的效果就很好 沿著下眼線的位置 輕輕向上拉一條直線 我們會先畫底線 在上面慢慢平地連繫它 就會做到一個自然的上陽眼線 現在就畫圓的眼線 令到眼睛看上去比較圓圓圓 用啡色的筆 因為看上去不用太薄 所以我會選啡色 沒有太凌厲 畫的時候 就是畫上眼線 中間的紅毛頂頂 會稍微畫粗一點 前邊右 慢慢漸變到中間粗 然後漸變到右 看上去就會圓圓圓的 加上下眼线 我会用这支有点闪的眼影笔 只画在下眼黏中间半段 因为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滑 所以偏向蜜色会更深 就可以加大了眼睛的垃圾感 也不会太恶 因为如果你用太深色画在下眼线位 就会比较凶痕 而且我都很喜欢用这支眼影笔画下眼线 因为它是非常防水的 油眼或眼泪水都不会画 所以这个我会常用在下眼线位 现在就是我最喜欢的拉长眼型眼线 原本我的眼睛很圆 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常用的眼线 我也是会用Niquid的眼线笔 因为它够黑够实 延长眼形的时候 都是直眼直望镜 夺位平地拉出 拉完之后 你会发觉条线有点凸凸凸凸的 可以夺位令到两边是平均的 然后我们才画上眼线的颜色 连后面三分一的位置 连在上眼线 看上去就会更自然 四款最常用的眼线就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